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角美食 今天用最家常的手法 分享一款好吃的发糕 不粘牙,蓬松又渲软,劲道还好吃 首先盆中放入中期面粉350克 打入3颗鸡蛋 加入3颗酵母 8颗白糖促进发酵 把蛋黄打散,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成均匀的面絮状 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纯牛奶,320克 边倒边搅拌 牛奶我们也可以换成温水 要想让这个面团发的快一些 我们最好用温牛奶 发糕要想做的好吃 水分必须要充足 这时候还有小疙瘩的状态 我们用筷子继续搅拌 多搅拌一会儿,把面疙瘩开 搅拌至这样稍微稠一点的 无颗粒的面糊状态 如果家人们觉得这个不好搅 我们可以先放入鸡蛋液 再放面粉 就轻松很多 没有过多的大颗粒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密封型发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准备几枚大枣 先去壳 剪成条状,再剪成小颗粒 大枣全部搅成这样的颗粒状备用 我们再准备一些葡萄干洗净备用 经过一个小时的醒发,看一下面的状态 醒发的特别好了 表面全是这种小气泡 里面看一下,全是大风窝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枣 再来一把葡萄干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 排进里面的气体 面盆的边缘,我们用铲子给它刮一下 让面糊和果干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搅拌至面团原来的大小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8寸的模具 家里没有模具的,我们可以用铁盆抹点油就可以 铺上一层油纸 倒入我们搅拌好的面糊 铲子上沾一点油或者是凉水 把面糊铺平 锅中提前放入温水 放入我们调制好的面糊 盖上盖子,二次饧面15分钟 看一下,面糊饧发至模具的7分满 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先把水烧开 水开后蒸30分钟 时间到,先关火 不用闷,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漂亮 可以出锅了 出锅以后,稍微晾凉 去掉里面的油脂 给它翻面,脱模 哇,漂亮 发糕还冒着热气 现在我们给它切开,看一下里面的组织 看一下里面,特别好 再切成四半 家人们看一下,这样做出的发糕不塌陷,不回缩,里面有丰富的蜂窝组织 看着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如果你也喜欢吃发糕,可以严格按照海娟的配比,保证你也能一次成功 特别的转软,蓬松 中午再来上一碗大萝卜糖,或者是白玉菇汤 完美搭配 谢谢您对海娟美食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拜拜